真的不要怀疑我家没做过饭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灶台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藏污拉垢了 平时我用的是这个去油污的 表面成分是活性剂要分解油垢 让我满意的是它没有刺理的味道 像这种男亲里的油垢静置一分钟 就这样轻轻一擦 污垢就很容易溶解掉了 婆婆来我家以为是我新买的造具 万万没想到这么好用才各位说 多人都好奇我们家厨房怎么保持这么干净 其实全靠这个才各位说一瓶的油污清洁剂 像这种隔了好几天的油渍 你需要喷上清洁剂 静置一会油污就被瓦解了 然后再用麻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它这个去挽过油渍的效果特别好 你一定看过这个视频 厨房清洁剂 才各位数一瓶 像这种隔了好几天的油渍 只需要喷上清洁剂 静置一会油污就会被瓦解掉 再用麻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我们去试试 等五分钟 我们擦一下 好像擦不干净 用刷子刷一下 果然变干净了 试一下这里 我们等五分钟 直接开刷 这确实干净了 这个地方算不算顽固油渍 我们在这一片喷一下 时间到了 用湿麻布擦一下 看一下效果 对比一下没擦的地方 我觉得卖家有一个贴心的设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是泡沫模式 可以看出来很多泡沫 我现在把它调成 泡沫模式 总的来说 没有卖家说的 一喷一擦就能干净 但是清洁力还是不错的 值得推荐